通俗易懂聊宇宙 大家好 上回我们介绍了超新系团复合体 巨型超大类型体群 以及长城空洞 这些宇宙中真正的旁人大物 那么问题来了 宇宙中这些巨无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 宇宙中的普通物质 其实只占宇宙总物质的不到5% 除了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外 其余的占比将近三分之一都是暗物质 那这些大尺度结构的形成 是不是又和暗物质有关呢 没错 现代研究表明 宇宙中这些大尺度结构的形成 关键就依赖于暗物质 我知道又有人会说 怎么又是暗物质 老是拿一个没被正式的玩意儿说事 预示不决量子力学 质量不够暗物质凑 你们到底还是不是科学 我想说的是 正因为是科学 所以才要把暗物质引入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得从暗物质是怎么一步步 被当今科学界所接受说起了 好 欢迎来到俗说宇宙 我是灵文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 天目学家们通过银河系恒星的运动 以及对后发作星系团的研究 都推断出了它们的内部应该存在着大量看不见的物质 但当时还不叫暗物质 只是叫丢失了的质量 然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 天文学家在研究星系转速时 发现星系外侧的旋转速度要比牛顿力学计算出来的结果要快 星系自转曲线问题之前介绍银河系的时候已经说过 我们银河系以及大量观测到的核外星系都存在这种现象 就是以目前外围物质的转速 这些物质应该会因为过大的离心力而脱离星系 也就是转散架了 好了 某些人不要再杠离心力不是力的问题了 那万有领力还不是力呢 所以呢 推测在星系外侧存在大量的不可见物质 将整个星系包裹了起来 以使外围物质受理平衡 不至于散架 这个星系自转曲线问题 使得人们开始怀疑暗物质可能真的存在 但是怀疑终归是怀疑 还是得拿证据说话 目前最有利的天文学证据就是子弹星系团 这个子弹星系团其实是两个星系团发生了碰撞后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星系团正直穿过了另一个星系团 这次的碰撞这么猛 使得两个星系团的暗物质与普通物质发生了错位 注意看图中量的部分 就是普通物质聚集的地方 白色和黄色部分密度最大 红色的次质 蓝色部分密度最小 这是通过X射线看到的情况 但是通过引力透镜效应看到的质量分布 却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图中类似等高线的绿色圈圈这样的分布 星系团的两侧那两个小圈 才是两个星系团的质量中心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当两个星系团发生碰撞时 正常物质由于在引力之外 还存在着其他相互作用的摩擦 从而导致两者存在一定的粘连 而暗物质呢 由于它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 所以可以顺畅地穿过去 如果说之前的星系自转曲线问题 还可以通过修正牛顿动力学来解释的话 那这种星系团的碰撞现象 就基本把它排除了 所以这种现象成了目前 暗物质存在的最有力证据 至此暗物质的存在 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包括它的一些特性 我们也了解了 像是不会参与电磁作用什么的 唯独不清楚的 只是说我们还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如果它也是由粒子构成的 那么构成它的粒子 肯定不是在现在的标准粒子模型里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 包括中微子 轴子之类很多候选粒子 但是目前这一邻居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好了 介绍完了 暗物质是如何一步步被科学界所接受的 现在再来看 为什么要用暗物质来解释宇宙中这些大尺度结构 其实随着暗物质理论的不断完善 暗物质不仅可以解释宇宙结构 反过来 它对暗物质理论本身 同时也是一种验证 说到宇宙结构 需要先介绍下宇宙演化的三个重要时期 根据大爆炸理论 宇宙早期由于刚经历大爆炸 此时空间中充斥着大量的辐射 辐射密度要高于物质密度 也就是处于辐射主导阶段 也叫辐射期 然后随着空间膨胀 由于辐射密度下降的要比物质密度快 当过了一个临界点后 此时辐射密度开始低于物质密度 宇宙开始进入了物质期 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 原子开始逐渐形成 这个时期被称为退偶 由于暗能量的密度 自始至终几乎是不变的 所以随着空间进一步膨胀 物质密度会逐渐低于暗能量的密度 此时宇宙正式进入了 由暗能量主导的暗能量期 关于大爆炸这块 后面专门来说 现在先知道这三个时期就行了 如果正常物质在退偶之前 也就是形成原子之前就开始聚集 那么根据理论计算 它之后的密度不均匀性会非常大 由于正常物质和背景辐射 两者有着很大的呕合度 物质的密度高的地方 要比密度低的地方相对较热 所以如果密度分布波动很大的话 肯定会在微波背景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 而是非常非常均匀的温度分布 实际上在退偶之前 强烈的背景辐射会阻止正常物质相互聚集 物质相当于一直是被束缚着的 随着辐射密度逐渐下降 这些正常物质才开始慢慢获得自由 所以可以断定 正常物质应该不是在退偶之前聚集起来的 那如果是在退偶之后才开始聚集的呢 这也有问题 因为空间一直在膨胀 而正常物质的密度相对来说本来就很小 想聚集起来很困难 如果是退偶之后才开始聚集的话 那么这些物质聚集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将会非常漫长 甚至于直到今天都不会诞生任何星系 更别说那些大尺度结构了 如果没有暗物质理论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 解释不了现在看到的宇宙万物 但是假如把前面之前发现的暗物质理论引入进来的话 你会发现刚才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由于暗物质不与正常物质 以及辐射发生任何电磁作用 所以它可以不受高密度辐射的束缚 早早的就依靠自身的引力开始聚集 可能在退偶之前 甚至是宇宙刚进入物质期时 暗物质就已经开始聚集 到了退偶之后 这些暗物质的密度不均匀性就已经非常大了 可以说此时的暗物质已经决定了宇宙中质量的整体分布 今天看到的大尺度结构的骨架已基本成型 随后那些正常物质又被暗物质的引力吸引了过去 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星系和星系团 最终附着在骨架上的这些星系和星系团 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尺度结构 把暗物质比作骨架可能还不太合适 应该说框架好一点 因为星系和星系团这种正常物质 其实不能说是附着在上面 暗物质其实是把正常物质包裹了起来 就像之前说过的星系外围的暗物质运 所以应该说正常物质是填充到了暗物质的框架里 这样可能更准确一些 好了现在知道为什么说 宇宙中这些大尺度结构的形成 关键依赖于暗物质了吧 虽然这个暗物质的理论 不能证明一定就是对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套理论和我们实际观测到的现象 无论是整体上还是在细节方面 都符合的非常好 科学就是这样 在没有更好的理论出来之前 哪个理论最能解决实际问题 且代价最小 那它就是好的理论 好了通俗欲懂聊宇宙 我是林某 俗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